内湖豪宅别墅社区警方见识小组到场 因为这里发生枪击案 从外面看还看得到住户家五楼窗户 留下清楚六个弹孔痕迹 屋内还有查获两枚迁弹 20号警方接获报案 屋主请公园洗水塔 公园发现窗户上有弹孔 一家园下的报警 屋主回响发现的前一天 下午三点时曾听到有巨响 但当时外面正在下大雨 因此没有多响 没料到后续 发现自家五楼娱乐室遭人涉及 屋主强调自己没有与人结怨 也没有纠纷 怎么被当成目标毫无头绪 这边应该都算蛮单纯的 因为这边 他们在座位都是一身居多 密度比较低一点 也不是那种小坪树的 不会那么复杂 不会那么复杂 高级别墅出现弹孔 警方初步鉴定是持空气墙犯案 利用科学验证及雷射测距仪 比对弹道及犯案射程 究竟嫌犯是预谋寻仇 给警告还是好玩 再是枪 现在警方扩大追查 追枪手 东山新闻离世彪 赖普泽 尤雅新阳间 在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